针对国民党阵营强打一份高雄市长参选人 韩国瑜支持度领先的民调 民进党阵营是再度加大批评的炮火 认为国民党有可能是为了操弄选举赌盘 而散播这份假民调 欺骗高雄市民 因此要求国民党要向高雄市民道歉 成功大学否认为高雄市长选举做民调 国民党阵营却一份领先的民调大肆宣扬 引起民进党阵营不满 纷纷猜测和选举赌盘有关 甚至有没有可能来自于地下赌盘的 这样子的一个假民调 来操弄选举 欺骗选民 甚至是不是正在进行 所有的地下赌盘经济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对得起高雄人 由于这代期间不断有假消息出现 扰乱视听 民进党阵营系数 这些都是国民党阵营捏造的 因此希望选举能回归政策讨论 希望选举可以回归到正面 跟市民朋友来争取支持 不要再造假 不要再误导市民 民进党议员认为假消息就是欺骗选民 愚弄选民 国民党引用这份假民调 也侮辱了成功大学的学术专业 要求国民党向成功大学和市民道歉 请吴敦义主席派能够用正道选举的高雄市长来 不要派这样子来呼隆高雄市民 操作高雄市民的韩国瑜来选市长 真的很心痛 请他道歉 选举投票日越来越接近 各种选举花招纷纷出笼 为了争取选票 双方阵营不断厮杀 选民也得睁大眼睛 港东新闻李毅清 赖昌邦采访报道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下午在高雄举行 党主席吴敦义亲自南下主持 并且为市长市议员参选人加油打气 而对于假民调话题持续延烧 韩国瑜强调 从头到尾这份民调都不是他公布的 要他负责实在是很奇怪 甚至是还揶揄了绿营一般 带您一块来看看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9号下午在高雄举行 党主席吴敦义率领多位党职干部及中常委 南下为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加油打气 韩国瑜 韩国瑜更帅 加油 党中央南下力挺韩国瑜士气大政 对于绿营之一 国民党公布假民调 试图影响选情 他则不以为然 强调不论民调结果跟对手陈其脉相差多少 都不会改变他的选战策略 韩国瑜表示不论民调真实性如何 从头到尾都不是他公布的 要道歉似乎强能所难 民党叫我道歉要道什么歉 也不是我自己主动讲出来的 对我来讲就是不停的做参考而已 所以希望民党停止用这种奥波 昨天叫我为赌场道歉 今天要我为假民道道歉 明天不知道要为什么道歉 绿营炮火也指向国民党前议长许昆源 不过近来南营绅士在高雄逐渐有起色 这场国民党行动中常会 也成为市长市议员参选人的造势大会 港都新闻王思武 张世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